韩国男团BAP对长方荣国昨日23月宣布合约到期不续约,确定退出团体,令本丝是相当的震惊。 据悉,昨日BAP所属经济公司的方面声明着,因为与BAP对长方荣国的合约,已于本月的19日正式到期,但是他并没有L10月的意愿,所以荣国也将会退出BAP。 不仅如此,经济公司方面还常调,BAP将会继续以五人的团体形式活动,既定的形成也不会有任何的耽误,希望大家继续指导BAP。 然而对于当荣国离开BAP一事,粉丝不但没有伤心,反而对此还表示相当的痛快。 事实上,关于BAP有人退出仪式,在上月的时候成员们就已有了暗示,在上月的7月21日,22日,BAP在首额举行演唱会时,成员立场就在舞台上对着现场的观众说,虽然还不确定,但今天这场演唱会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了。 大显也表示着,BAP计划号的演唱会,就到今天这场为止了。 听到成员们这样说,台下的粉丝是酷成一片,气不成声。 说起BAP这个组合,一路走来真的是充满了坎坷,与EXO一样。 在2012年出道的他们,出道的势头非常的强劲,他们发行的首张韩语《迷你》专辑《No Mercy》,连续五周登上台湾音乐榜榜首。 在2013年时,BAP更是凭借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《One Shot》,获得了第四届《S.O. Love Awards》最佳男组合,最佳MV,最佳男子编舞奖等,出道才仅仅两年的时间,就斩获如此多的大奖,可谓是前途无量啊。 可是,没想到的是,组合在2014年时去暂停了活动,甚至在当年的11月时,还取消在南美的演唱会,BAP全体60成员联盟,向法院提交诉讼控告,遭到了公司不公平条款,希望能够解除合约。 其中就包括,努力合约时间过长,收益分配不合理,出道三年才第一次领到薪水,成员的健康得不到保障等等,一时,健体,S.O. Love公司也成了众人讨伐的对象,照公司协商无果。 这六名小哥哥的有多绝望,才会决定选择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啊。 然而在2015年时,公司方面就发表声明,趁你与BAP的柔位成员和解成功,BAP也将正式回归公司继续活动,虽说结果是好的,但是毕竟BAP已经错过了事业发展最好的那几年,导致随后专辑的回归都不见大水花。 在合约结束之后,有成员选择离开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PSV的公司最捧红了Secret,BAP这样的打势组合,但却不闪于经营,最终旗下的好苗子纷飞选择了离开,简直就是no do or no die。 啊,无论是留在组合的成员还是离开的二者,大家其实都是在努力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,所以少年们,无论在哪,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吧,大伙们都会努力为各位欧巴议员的。 。 。